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溺水的时候 一根稻草的力量就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这根稻草就是你的信念 船在大海中遇到突如其来的风暴 沉没了 全船人怨死伤无数 他虚幸地获得了一个小小的救生艇 而幸免于难 他的救生艇在风浪中颠簸起伏 就像叶子一样被吹来吹去 他迷失了方向 交换的人也找不到他 天渐渐黑 饥饿 汗冷和恐惧一起习上心头 但是他除了这只救生艇之外 就一无所有 灾难令到他丢掉所有东西 甚至是自己的眼镜 他的心情灰暗到极点 他无助地望着天边 忽然他见到一片蓝山的灯光 他高兴得几乎叫了出来 他奋力地撑着小船 向那片灯光前进 但是那片灯光似乎是很远 天亮了 他都未到达那里 他继续艰难地撑着小船 他想那里既然可以见到灯光 就一定是一座城市或港口 生存的希望在他心中燃烧着 天亮的时候 灯光看不清 只有在夜晚 那片灯光才在远处闪现 就好像在那里对他招手一样 三天过去了 饥饿 干渴 疲憊 更加严重地折磨着他 很多次他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但是一想到远处的那片灯光 他又淘添了很多力量 第四天 他依然向那片灯光撑着 最后他支持不住 昏迷了 但是他怒海中 依然闪现那片灯光 晚上 他终于被一艘经过的船只救了上来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他已经不吃不喝地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四夜 当有人问他 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时候 他指着远方的那片灯光说 是那片灯光带给我希望的 大家看过去 哪里有什么灯光 只不过是天边闪上的星星 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中 一定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境 这个时候 只要心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努力地去寻找 就一定会度过难关 在困境中 如果你认为自己真的失败了 那你就会躺下来 如果你对自己说 一定要坚持 那你就会走过险途 获得胜利的 了 我真的会不会拍摇 你一定会定呢 你不怕 你不怕 我